我就问 原住民怎么了吗? 诶 奇怪诶 我们是不能有车有房有地吗? 还是你们都觉得说我们是骑山猪上学 吃飞猪肉长大 然后住在树屋上 这样的同事到底有没有脑子啊? 真的很奇怪诶 明明大家都在台湾 还可以遇到种族歧视 我就问 原住民怎么了吗? 还记得刚大家入职场的时候 就有同事问我说 诶 为什么你们原住民都那么爱喝酒啊? 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这么爱喝酒 ok? 而且我们原住民怎么了吗? 之前讲到部落或者是家里的事 就一副很鄙视的样子 然后讲到家庭 有车子 有房 有地 就一副大惊小怪 诶 奇怪诶 我们是不能有车有房有地吗? 还是你们都觉得说我们是骑山猪上学 吃飞猪肉长大 然后住在树屋上 这样的同事到底有没有脑子啊? 休息一会 我 stopped 坐下 恰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